库德洛,川习将在11月会面美方对谈判不着急,近日外界发现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疑似因贸易战的激烈而避免在一些国际重大场合相互见面不过。 日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会长库德洛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川,其二人将在出席G20峰会时进行会谈不过美方并不急于谈判广告。 据路透社10月1日报道,库德洛,Larry Carlos日前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时披露川普,Donald Trump和习近平很可能于今年11月30日在出席阿根廷布伊诺斯艾利斯举办的G20峰会时进行会谈,不过当被问起中美届时是否会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时他表示,美国方面并不急于与中方达成协议。 此前外界已经观察到近期川普和习近平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一些双方都可能出席的国际重大会议场和白宫于9月30日宣布美国副总统潘斯,将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今年11月1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Avian高峰会, 接着转往巴布亚新基内亚,Pepal Mugini参加18日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vian高峰会,通常会有21个国家的首脑出席,包括身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随着中美贸易战日,一升级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也日趋恶化。 过去曾屡屡公开称赞习近平的川普,日前更脱口,趁自己与习可能不再是朋友。 因此有舆论分析,趁川普不出席Avian高峰会,是为了避免在那样的场合与习近平会面的尴尬。 同时外界也观察到在最近,举办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袖其据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言,讨论全球性议题。 包括川普,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马克宏和英国首相梅伊接亲自出席,但中共仅由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代表出席。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这次不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为了避免与川普碰面因此川,习两人会否在11月30日举行的20国集团,即20峰会会面交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联合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